認識了吳寶春 我看到他真實的那一種 喜歡做麵包的那一種感動吧 我看到一個這樣的人 很真實 一點都不矯情 所以我決定排他的故事 我沒得選擇 我只能選擇做麵包 然後我只能去挑戰我做麵包的命運 對 因為以前的確麵包師父是沒有未來的 也不敢有未來 也不敢有夢想 不敢有理想 那我去挑戰他了 對 那我去這麼做 我坦白講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 對我來說 到現在還是有點不可思議 因為從以前接觸的戲劇 都是一個劇本寫出來的一個角色 那這一次 很特別是 吳寶春師父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物在那邊 所以在跟以往表演經驗上面有點不一樣 我覺得他很敬業 然後尤其是他用了大概一兩個禮拜的時間去跟我學麵包 然後去感受到麵包師父的辛苦 因為他從早上很早就起來 我覺得他滿敬業的 第一天 我站在水槽的前面洗碗盤 洗了九個小時 沒有停 整整九個小時 一直來 永遠洗不完 然後洗完第一天完之後 就手很像那種游泳游很久 全部都爛掉這樣子 那幾個小時也都沒有坐下來 都是站著 一直洗 一直洗 我就說旁邊的師父說 都不累嘛 他說我們早就習慣了 六點要到麵包廚房 那他晚了一點 他是六點起床 弄好下去游 然後晚了十分鐘還幾分鐘 師父就馬上跟他講說 是六點進入廚房 你知道的 第二天他就六點了 那就沒有知道 我覺得一個演員能夠這樣認真很棒 我覺得這個是國藝 這支部電影裡面後來看 我覺得他演得非常好 這是他贏的 他努力得來的 其實在拍 在拍 頒獎那一刻 看到 國藝在台上 然後接受頒獎 然後他就是 我覺得他 融入了吳寶春這個角色 那在當下 我看到他的時候 就好像看到 自己 那一刻 我看到國藝那一刻 其實我好像也是一片澎湃 但是他內心裡面是很澎湃的 對 尤其是吶喊著台灣加油 那我設定是 我跟他的友情就一直棒棒糖 觀眾就知道我們的友情 而且我們是吃同一支棒棒糖長大的 因為小時候沒錢嘛 所以我們就 比如說我有棒棒糖 我們兩個都會公家吃 互相吃 但 互相吃這 只要看到棒棒糖我就想到我保重 反正他最後他就喊 這樣不可以這麼大支 這樣不可以這麼小支 對阿 做一支再八支就好了 做一支再八支就好了 不要用銀魚這種的 怎麼會用這種的呢 這是有後半支 後半支 你這個 老是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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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好看 你沒有χνο 她在 FERPA 你 pack 小的 沒有啦 zwe 那我自己誠実是 全世界只有我能欺負她 別人不能欺負她 我覺得我們兩個比親兄弟還親 對 就她 不管說什麼事 都是一些很天方夜譚很 很 我覺得 對大家認為不太可能的事情 人區會大拚 把我上菜最好吃 把我上菜 把我上菜 第一名? 對! 第二名 unpack to the beginning,еб traff drown 但是他每次一說 我都會被他感動 因為他有堅持 所以到最後我還是被他說服 我就跟他做麵包 黄丹会其实是在扮演的 他演的那个角色 其实非常像我当初当学徒 我有一个这样我要叛逆的爸爸 然后我又做面包做得很不快乐 然后我读书的时候成绩也蛮好的 我文章写得很好 所以我满脑子想的是 老师曾经跟我讲 说我应该要读高中 好好读书 我以后会很好 可是不是会很好吗 为什么我会莫名其妙搞到后来来做面包 你现在都在家里面都在家吗 谁不像有家的 可以再来我做胖 因为碰钢这个人非常的黑暗 他算是从暗黑世界来的 然后这个角色就是 非常的分事忌俗 然后就是怨天尤人 然后都觉得所有的事情 都是别人害他的 都跟他自己没有关系 然后人生呢就是 反正别人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我就这样过了 但是我让碰钢最后 因为宝春找到热情 然后他比宝春更早学面包 可是他就叫宝春赛 我在电影里面这样做 其实那个是代表我某一种 在我做面包这个过程里面 到后来我拍电影 然后我再遇到宝春 那某一种在回到面包的那种心情的投射 就现实里面保存就要塞嘛 那我透过碰钢叫保存塞嘛 其实是保存让我回到面包 对面包这个热情重新再去想象 我曾经有过的面包碎叶 谢谢 是 181的A3这个好 可以赶紧 开始 好 我觉得 我觉得彩华花姐就是 不管她的个子 或在电影里面 就很像我妈妈这样子 这青菜人喔 我都能穿的喔 哇 想起来不吃啊 那时她写这个剧本 她第一个想到的 这一个 呃 妈妈的角色呢 就是我 那我觉得蛤 真的吗 我可以很胜任这个角色吗 其实那时候 其实我对我自己的 这个就是 要告诉我自己的 无论如何 我一定要好好的把这个角色呢 整个诠释出来 就是她的眼神 然后她的动作 就是一个母亲啊 她 嗯 不值辛劳 然后她知道说 她没有出去工作 她的孩子就没饭吃 你在后面没出传喔 我真是痛苦 我说 诶 那个谁演你妈妈这样 然后说 我说王才华 王姐这样 蛤 喜剧喔 哈哈哈哈 那你娘会怎么回来啊 我说 哦 不是喔 诶 我就说 你们到时候 你们去看的话 你们应该有不同的感受 哦 这跟她打 好久不见了 对啊 对啊 辛梅她是一个家境非常好的人 然后 是铝发钢琴家 其实我觉得辛梅她个性 其实很活泼的 但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啊 管教比较严格 所以 她一直没有办法 去 追求自己 想要追求的爱情 或是 自由 等等 我们在讨论 在整个过程 就是我要把 《圣女保镖》那个梗如 在我的电影 变成 吴宝春心目中的 力神 是这样的 我觉得 梗如做到 不错 吃红豆面包 吃红豆面包 在我们第一次相遇 然后第一次分 后来再相遇的时候 她就是 都是一直存在 但我觉得她可以算是一个 第一 保春师傅是为了 想要做 做出世界第一的红豆面包 要给我吃 而去努力 去学习 这件事情 然后 然后 我觉得她可以 算是我们心里的 一种 标记物吧 就是当 不管我们 嗯 我到了几岁 你再看到 红豆面包的话 辛梅都一定会想到 吴宝春 那我相信 吴宝春那个时候 一定也是想到 辛梅 吴宝春 你不可以忘记我 你还欠我一个 红豆面包 我去换一下我的 阿公师傅本尊 我应该是 副科版的 对 那时候 应该是说 我在做面包过程中 我遇到了 盲点 但是这个盲点 我不知道是 什么盲点 很痛苦耶 因为找不到答案 尝试很多 因为我喜欢去找 但我尝试很多 都找不到答案 我知道有一天 阿光 这样子跟我讲的时候 我才晃很大 我这个胖是我的 阿你家传统 那些胖是细的 我还很胖 细的胖 原来他的面包 的内容 不再说 嗯 被框住 对 所以我才看到了希望 然后他也才会跟我讲 然后他也可能跟我讲过说 他跟很多面包师傅讲过 但是没有人都没有人要听他讲 只有我要听他讲 为什么 因为别人会觉得说 他在乱讲 就是乱掰的这样 对 大家都不相信他讲的这一些 我不是很骄傲跟他讲 我就是说 给他一个 说 观念就是说 你要知道他本来是怎么样 你可以改成怎么样 但是 他本来是 他本来是怎么样 但是 你如果知道他是怎么样 你可以改成四角 改成六角 但是 你不可以不懂他本来是怎么样 所以 就是要告诉他说 你要先去了解 事情根本 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课本上 我老师都会告诉我们说 失败是成功之谋 可是我们都不相信 我们小时候一直不相信 那个大人都在教条 讲道理 可是我在他身上 看到你真的相信 而且他不怕失败 因为他累积很多失败成功 终于成功 系列 104至57来停名 104至57来停 lå 这部电影才 soll表达的是 这部电影在表达 是台湾人 对这一片土地 最亲情的一个感动 那我也希望你们 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 不要站在 在看胡宝忠 这个人的一部电影 这部电影 不管里面演员 导演 具组 编剧 都能够让你看到 不一样的一个台湾 很诚挚地邀请大家一起到西岳 来跟我们分享这部 属于我们台湾人的电影 台湾人的精神 需要台湾人一起来支持 7月19号我们西岳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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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